大S17元闪架20年前旧爱 韩团酷龙成员剧军夜 两个人以惊人的速度在台湾结婚登记 完成所有的手续 剧军夜也正式入驻大S豪宅 两个人享受甜蜜的新婚生活 韩国艺术家King在Instagram上po出他的设计 并且写下 明天就要出发到台湾的作品 这个wedding trunk 是要送给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支持我的 剧军夜哥哥的结婚礼物 希望剧军夜跟徐希元夫妻 未来可以像宝石般幸福的闪耀 嘿 结果一票吃瓜 网友就揣测 大S跟剧军夜可能会举办一场秘密婚礼 大S透过经纪人廖维基会应 这幅画作是来自好友 为希元与欧巴亲自创作的美好祝福 亲人很感谢也非常的喜欢 不过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办婚礼 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改变 而下个月 剧军夜也将离台赴纽约表演 也被传出因为签证出了问题 必须离开台湾 被报是遣返回国 大S互夫心切 大动作发声明 夫妻两人单纯以为只要登记结婚 进来台湾就可以办理居留证 没有留意到还要准备无犯罪记录证明 现在已经请家人在韩国带为办理 正在公证中 离境时规划好的演出行程 没有所谓 遣返回国一世 只能说人气太旺也是一种困扰 因为两人迟迟没有现身 赤瓜香米又挖出了 GGA跟四大天王N百年前同台的影片 黎一鸣接受K-pop始祖酷荣的访问 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当年青春无敌的三个人 很座行 再次应该就开始 完全sters 在韩国带合 美女真相方的 eager 你击敬泪 香港人ai流水 让你展示的ach Haus Unlike 这个就是 我旅行的 数日有 我ww 第一目的 一无鲁 交 Cube,那层音乐上的音乐节奏 打得太好了 打得rat 搓成一所有人 整頓之入ках 겠습니다 敲始目 比皇穩盛 尚少女生 不就 背景 紀元 就是 那 邱哥哥 瓶哥哥 空心腱中的空心腱中我最好的 那也 那 希望她需要 大胆 辣 大胆 真好 好 我一定不在乎 福利 一大礼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